大家好 我是Mira 那这个影片我讲普通话 因为这个影片的内容会关系到很多讲普通话的人 所以也希望各位可以比较容易的接受到这个影片的资讯 那现在是2020年的2月2号的凌晨 很紧急的打开相机拍这个影片原因 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然后有很多人都问我现在在韩国排华的现象是怎样 应该来韩国旅行吗 是不是所有地方都不欢迎中国人 去餐厅的时候是不是都有机会被赶出去 等等的问题 那所以现在就想要一次来回答大家 那目前韩国总统府清华台的官方网站的国民请愿 有出现一个请愿书提为请禁止中国人入境 这已经获得了53万5千人的联署 这个请愿现在被贵类为等待大富的这一栏 清华台还有多则的拦截患有武汉肺炎的中国旅客 关闭机场与港口等标题的请愿书 韩国现在真的有排华现象 我患肺炎在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 在韩国已经出现了12宗的案例 我是在3个月24日要回韩国 那我那个时候已经有说到事情说 有些人在坐进阳巴士的时候有被丢行李 我那个时候还想说应该只是刚好偶然而已吧 因为毕竟韩国一直都其实有一群人是蛮排卖 通常是没有那么接触到外国文化的人才会比较有那个思想 以我出国这么多次跟我住韩国这么久 我觉得那个比重其实是一半一半 好反正这个不是重点 但我后来在网络上有看到别人分享 就发现原来排华的情况是真的有 有餐厅写着中国人去立决机 No China 然后也有看到说韩国人与两名大陆人在碰撞之后有爆发语言冲突 大陆人说韩国人怒骂滚回中国去 宣称是韩国人先动手 然后还有台湾人到韩国旅行 但是check-in的时候被检查护照之后呢就请他们退房 并且还指着说很多饭店已经不开放给外国人入住了 其实网络上也陆续有出现这一种的分享 那我本人呢也在这个短时间之内也经历过两次 第一次其实是我当时没有留意到是我事后才发现的 话说当天我跟我韩国朋友在咖啡厅里面点餐 我们是韩文中文这样子混着讲话 一开始我们在讲韩文的时候电语是很亲切 但是到后来我们可能中间有讲到一些中文之后呢 就突然发现电语变得很冷漠 然后我们去了别的餐厅时候那些电语也是一样的反应 我当天其实没有注意到 是我朋友一直觉得有点奇怪 直到我告诉他这个事情他才发现 哦原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讲到中文 然后第二次是我跟一个香港朋友在新沙东那边在等巴士在聊天 我们两个的前面有一根柱子 然后那根柱子的旁边有一个韩国人在靠着 然后他听到我们讲话然后这样子回头看我们 确认我们是外国人之后然后马上离开那个柱子 用一个很鄙视我们的眼神看着我们 然后马上逃到别的地方去 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啊我们是什么怪物吗 开始我以为只是普通话的原因 那没想到连讲广东话也会被别人讨厌 其实蛮受伤的 但换一个角度想其实也不可以完全怪他们 就一般韩国人听到普通话的话 其实很直接都会联想到哦你是大陆人 他们不会知道说哦原来香港台湾或是马来西亚等等地方 也是会有讲普通话的人 所以他们现在的意思就是 武汉肺炎等于大陆等于普通话 所以现在在韩国讲普通话被排挤 被无视被讨厌的几率是真的比其他外语高很多 那另外其实也有其他网友说就是有些地方有些餐厅 不管你是香港台湾澳门或是大陆或是哪里 就只要知道你是外国人 其实都不太欢迎都不会接待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 的确刚刚所说的所有事情是真的有发生 但同时我看到有一些网友说 他们有表明自己是来自台湾的时候 然后店家就很热情的对待他们 然后我自己刚刚在红道出没也有看到很多观光客 店家也没有不欢迎他们 所以真的很抱歉我没有办法 跟你们说应该或是不应该 我只能将我自己经历过的 或是网路上面有发生过一些事情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然后大家自己做一个判断 那我只可以说如果你的心脏是够强的话 觉得你自己可以忍受未来这几个月在韩国 有可能会遭受一些可能被排挤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觉得你是可以来的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因为刚刚一月二十七号 韩国政府对这个疫情的警戒登记 从注意提升到警戒 不过在这之后呢有开设语学堂的一些大学部门都宣布 为了防止跟中国留学生有接触停止语言班课程 那韩国医院士大学语言班28号宣布 将临时停止语言班运行 西洋大学也表示将暂停运行语言班4天 太阳大学高丽大学收入大学福山大学 也宣布暂停临时语言班的培训课程 所以已经报名来韩国读语商的各位 除了你们自己要考量到底要不要来之外呢 也要看一下你们报的那个大学有没有把课程停掉 那这几天其实我有发现韩国人的反应其实有越来越大 因为从我二十六号回来韩国之后呢 我坐地铁在我那个地铁的车厢内 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有戴口罩 除了我之外 我想说天呐他们怎么这么的勇敢 但我这几天基本上我在路上目测 大概有90%的人都有戴口罩 然后如果身边有人咳嗽的话马上弹开 超夸张 韩国确诊的人越来越多 感觉到韩国人对这个防疫的意识越来越重 同时的变得越来越敏感 那以上就是现在目前韩国的排华现象 很多网友在关心这个问题 韩国人或是住在韩国的人呢 基本上都在网购 但是疫情越来越严重 其实现在连网路上也很难买得到 就是我自己或是我身边的人 或是我看到网路上的人分享 他们都说买了东西下了订单之后被取消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买不到东西的状态 或者是你要等一段时间 但是你也不确定等的那段时间之后 那个东西会不会来 蛮明确的可以告诉大家 在观光区呢 基本上真的很难找到 就算可以找得到的话 也蛮贵的 我不久之前有买到50个口罩 是大概16000韩币 但是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一个口罩就有5000韩币 那大家真的很想要用一些正常的价钱买到口罩的话 怎么办呢 其实大家可以去一些非观光区 你平常在网路上面很少看到的一些名字 我们在外面买口罩 我们就是去药局 Olive Young Emark 或是Home Plus 本来每一区都有很多家不同的药局 所以很容易可以找到 那另外Olive Young Emark 跟Home Plus 其实他们都是连锁店 所以其实很多个地区都有 这一款是有5000元三宝 我看到 哇 发现到这个99.9的狂群买 因为他知道是3000 很难买 因为上网买到 14个包装可以抹手机 只分80 但是我有朋友和朋友是有过 他见到有过过的 刚刚我们没错 然后我们刚才去药局 有几家药局都有买的 非观光区的地方 其实是比较多机会 比较大机会的很多 其实大家在Google Map里面 直接打Email或是Home Plus 就会看到哪个地方有 你们就可以挑一个 比较靠近你们饭店的地方 那总结就是 现在大家出门 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 不要用手碰脸 眼睛 鼻子 嘴巴 因为病菌 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入你身体 希望疫情可以早点结束 然后我自己的话 其实也是囤了三个月的量而已 就不敢多买 因为反应出了自己 其实身边的人也要一起做 才能成功 我知道香港现在很缺口罩 刚好之前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我有成功买过一批口罩 然后也成功的送到香港的观众手上 但是现在也真的很难找到 然后就算是之前有一些人 成功联络到口罩的厂商 然后订了很大一批货 但是结果中途也是被人拦截 最后没有成功送到香港 所以现在同事也很希望口罩的厂商 可以赶快的知道更多的口罩 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用到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啰 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帮我按一个赞吧 然后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追踪我的IG 就可以知道我的韩国生活 还有知道最新的韩国消息啦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by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